俄乌战时踏入第18个月 俄方28号指乌军用金改装的防空导弹 向俄边境城镇发动袭击 两枚导弹虽然被成功地拦截 但是残骸碎片坠落之后发生爆炸 至少20人受伤 而在乌克兰中部城市丁涅博 俄军导弹击中住宅楼以及安全部门的大楼 至少5人受伤 俄国防部28号指乌克兰当天先后 用两枚经改装成攻击型的S-200防空导弹 向位于俄西南部靠近乌边境的罗斯托夫州 发动袭击 俄防空系统成功进行了拦截 不过第一枚S-200导弹残骸 坠落于塔甘罗格式中心后爆炸 多人受伤 现场周边的博物馆 公寓等建筑严重受损 而第二枚则坠落于亚素市的无人区 俄国防部指责乌方发动恐袭 乌方官员则将爆炸归咎于俄防空系统 而当天稍早 俄方指一架无人机试图攻击莫斯科州一处设施 但遭防空系统摧毁 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而在乌克兰东部俄空多年斯科市 俄方称当地内政部办公大楼 遭乌军大规模炮击后严重受损 俄方正调查所用武器及伤亡数字等 而在乌中部城市丁尼泊 乌国家安全局大楼即移动高层住宅 遭俄军导弹袭击 据报有多人受伤 乌总统泽连斯基就事件召开剪辑会议 并谴责俄军再度发动空袭 乌军方28号宣布 乌军已收复东部多年斯科村庄 斯塔罗马约尔茨克 乌军方发布视频显示 乌军士兵正在当地进行清理行动 俄国防部则通报 俄军在斯塔罗马约尔茨克击退乌军攻势 并摧毁敌方力量 俄军还指在扎布罗热地区击退乌军攻势 歼灭敌风180名兵力 摧毁5辆坦克 另一方面 俄国家原子能公司负责人28号表示 国际原子能机构委员会 已检查扎布罗热核电站区域 会发现爆炸装置或地雷 并指核电站目前处于绝对安全状态 辐射值也处于正常水平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